好 这节新闻开始呢 我们带大家来掌握 这发生在新北市三重的西尾街 是在昨天晚间的11点多钟的时候 因为感情纠纷 发生了一起砍人的冲突事件 由于前男友在分手之后 持续骚扰女友 结果导致啊 这个女生的现任男朋友 觉得不高兴 两方人马就在马路上狭路相逢 这个冲突一触即发 详细状况我们接下来把时间 交给记者谢书雅 是主播和观众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深夜马路旁 聚集了大批园警 穿红背心的男子 是砍人的现任男友张姓男子 他蹲在地上 持续大声叫嚣 似乎还在气头上 所有救护车也到场 将被砍人伤的前男友 主席男子送一包扎 马路上满满的群世邪机 画面出目惊心 深夜11点多发生砍人事件 不少民众都被吓了一大跳 现在带您来看稍早访问 讲没几句就很大声 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后来 警察又来了 警察先骑摩托车来一辆的 后来来二三十个 他为什么没有上车 二十万人体 今天还得知我老婆 要去上车 据了解这起砍人事件 发生在三重 其实是因为现任男友张姓男子 不满前任朱姓男子 在分手后 还不停骚扰自己的女朋友 没想到原家路窄 二十二晚间 张姓男子和女友 回家途中 遇到朱姓男子和友人何姓男子 由于两方都有喝酒冲突一触即发 张姓男子借着酒意一气之下 竟然持蝴蝶刀砍伤朱姓男子 冲突过程中 三名男子扭打成一团 最后通通被警方逮捕 在送往警局的过程中 朱姓前男友一度相当不满 自己受伤还要被上抗 结果表示 全案后续将一伤害 妨碍秩序等最嫌 移送装办 以上最新主播 新北市捷运的三一线工地 在二十号进行 桥敦灌江工程的时候 因为下方的鹰架支撑不足 爆磨 结果当时有五名工人 就从15多公尺高 大约是五层楼高的地方掉落 三人坠地当场死亡 另外有一个人坠落地面 一个人卡在半空中的鹰架 都是腿部骨折重伤 目击的工人直呼 事发生的太突然了 当下听到了啊一声 其中四个人不到三秒钟就坠地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视察之后直言说 这是发生不可原谅的事情 已经勒令停工安检 而检警也已经带回工地的负责人 灌江工程负责人等四个人 要来调查事发的原因 搜救人员在捷运三一线工地 现场紧急救援 与时间抢命 因为二十号下午 三一线工程发生严重工案意外 有五名工人 从15公尺高的地方掉下来 三人惨遭夺命 其中一名衰落的工人卡在钢架上 搜救人员紧急吊挂救出 痛得放声大叫拍拍坐大腿 证明泰国籍工人腿部骨折 紧急送医 副总经过计算究竟怎么会垮 当时十名工人在三楼高度 进行灌江作业 板膜却疑似无法支撑重量 突然爆磨 五人当场衰落 其中一人卡在钢架上 左大腿骨折 其他四人则惨摔地面 遭灌江的泥江一堵重刷覆盖 最低四人 一人坐消退骨折 三人当场失去神明迹象 送医后会填法术 工地现场经见 银架三层楼处整片崩塌 指甲悬挂摇摇欲坠 地上漫视泥江与掉落物 工人衣物挂在半空中 主人却回不来 这其意外酿成台湾籍 加上泰国籍工人 一共三死二伤 特令现场立即停工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一线现在是在赶 这个后年的年底要通车 讨论一下看怎么样 把这个整个工地安全管理 可以再提升 今年四月新建三峡核断工程时 才因为司机操作不当 酿成吊车重心不稳侧翻 三一线遭非首次出包 这次劳动部也针对厂商 开罚最高三十万元 只是三条性命 枉死工地 换来交通部长一句 会再提升安全 就怕官员的轻描淡写 让这赶工赶出人命的三一线 继续成为夺命工程 接着黄天耀黄玉兰新北市报道 好先来感谢一下 在我们主频道 我看到一位网友 复仇者联盟对我们的斗内 他说主播小麦第一次点名 而且还跟中天铁粉说早安 希望各位都平安快乐 他说自己要去拼经济了 所以先告退 不过他也提到了 希望中天能够加油 同时也呼吁公投四同意 一起来护台湾 非常感谢大家 不论你是在全球哪个城市 还有哪个国家 收看我们中天新闻 都非常感谢您的加入 当然这节新闻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主频道的聊天室 留言来跟我互动 我会随时点点名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回到刚刚发生的 这起不幸的公安意外事故 其实现在引发了很多争议 尤其是新北市的捷运工程局成立以来 第一条主办的中运量捷运计划工程 三英捷运系统 是由容工工程 还有日历轨道交通耗制系公司 诸事会社日历制作所团队 是以339亿元得标的统包工程 在2017年7月份的时候动工 预计2023年会完工 没有想到昨天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 但是看到的是 承揽工程的容工问题蛮多的 先前就曾经爆发了剥削移工的争议 容工工程8月份曾经遭到立委 及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踢爆 他们给移工的月薪竟然是不到1万块钱 严重剥削移工 劳工局二度出面协调 容工上个月才和57名的印尼移工达成协议 移工争毁了920万元的薪资差 高雄市美农在20号接近傍晚时分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车祸 驾驶一次倒车 结果撞死自己 有一名中性男子 他开车回到了自家的三合院 乘客下车之后 中性男子他也跟着开门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车子突然后退撞上了墙壁 结果他被拖行至车前的左轮下 募集者赶紧通报警销 救护人员是用工具把他拉出来 同时送医救治 但是到远之前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警销人员表示说 中性男子他疑似忘记拉手刹车 又误踩了油门 才会导致车辆自撞住家房屋 不过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好除了食安的问题 近来物价真的涨蛮多的 刚刚我在聊天室当中 还看到网友说一大早去了菜市场 买菜结果5000块就没了 当然现在物价不断的飙涨 我们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项消息 其实包含了很多项的名声用品餐饮 也都跟着调涨了 如今在台北市 号称是最强牛肉面的林东方 他们也宣布要调涨20块钱 此外皇家传承也宣布 冠军系列牛肉面同样也是要涨20元 就连三商巧服也可能会跟进 但是目前还在评估涨幅当中 因此这个消息一出啊 恐怕有不少外食足又要大探吃不消了 好但是其实近期猪肉价格是有回跌的哦 但是国内的餐饮业者依旧是掌声不断 也让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有点猫腻 有点怀疑存在呢 因为生鲜采扣平台就只指餐饮涨价元凶之一 就是国产猪肉 可是明明在批发市场的价格都已经从最高每公斤 将近90元平均价格跌到最新是76块钱 但是如果观察一下通路价格不但没有跟进 而且还因为不明原因在喊涨从街口的面摊到高档的餐厅都在涨 因此现在有业者就说是不是中盘商在哄抬价格呢 好但是民生物价都已经涨个不停 没有想到现在如果到了麦当劳 你使用这个东西难道也要收费吗 这回是有网友分享自己到麦当劳的时候点了玉米浓汤 结果店员问他说你要不要买汤匙呢 这原po当时还愣了一下说 嗯汤匙也要付钱买吗 结果店员说啊 现在的汤匙要一块钱的加购价 不然就只能直接喝 好因此网友想要问问大家说 什么时候麦当劳餐具也要收费呢 好您可以看到这个原popo出的发票 最底下就有一条很明细上面确实出现了一块钱餐具 让他觉得真的是蛮傻眼的 当然贴文一出立刻引发广大的回响 您可以看到这个发票上头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位在台北市内湖区的麦当劳店家 好主要呢是因为台北市近期已经开始规定 部分的场所要实施外带一次性餐具计价收费 餐盒两块钱碗一元 筷子一元的政策希望能够提倡环保 因此在台北市的麦当劳店家才会实施餐具收费的标准 至于在别的县市未来是不是会跟进呢 现在还有待讨论 不过其实国产的高端疫苗未受国际大多数国家的认证 打满两次的高端民众就没有办法出国 因此重要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因而开放 只要你是有出国需求者 在高端打完间隔28天之后 就可以再混打两剂的AZ BNT或是莫德纳疫苗 好有些民众现在因而成为高端四战士了 好前台大感染科医师临时弊他很忧心 在短短时间之内就接种四针 可能较高几率出现不良反应 也有感染科医师认为不会 但指出了间隔时间太短 效果其实不太好 如果非紧急的话 可以拉长到六个月之后 再来加打保护力也会比较好 而民进党现在宣传年底的四大公投四个不同意 全党A咖都毛起来跑透透了 就连外岛都不放过 好副总统赖清德 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灿 更是大拼场 台上全党团结一致一致 但是可以观察到在台面下暗潮汹涌 因为两个人的考场真的是拼场王不见王 党内人士已经说了 对于赖清德还有郑文灿来说 这个公投并不是2024年的重头戏 其实2022才是2024的重点 台北捷运公司在捷运建南路站 还有建坛站进行了TOD 大众运输导向发展这一案 要兴建的是商场商办还有饭店等等 但是引发议员质疑说这两案投入超过80亿元的预算 今年还要追加 担心已经亏损50亿的北捷 恐怕会没钱可用 影响到票价可能也会上涨 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